生活无处不太极,享受太极,享受生活 我是太极飞飞 随着现在的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对这个健康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好多的朋友也知道 站桩是最好的养生健身的运动 下面咱就给初学站桩的朋友聊一聊 在站桩中出现麻胀感 酸痛感,温热感等等这些的问题 还有呢,就是心理的反应 站桩的时间长短 站桩是呢,想什么 是自己的自由 没有应该不应该 但是呢,要确保一年级 不要去研究大学的课程序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 因为无论在练习体育拳 还是站桩中 好多的初学者呢 他去研究是大学的课程 他连一年级还没有上 所以说我们站桩呢 第一,初学者不要走入这个误区 如果你在站桩中出现了 酸麻感,胀痛感,温热感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这是你通过站桩呢 你的气血畅通了 还有的朋友呢 出现了一个疼痛感 这样很不好 马上要停止站桩 检查一下 你站桩是否站的正确 那么我侧面做一下 我们站桩中呢 膝盖呢,是微躯 千万不要跪膝 膝盖前面是阴 阴是要避藏 后面是阳 阳是要打开的 所以说一定要懂这些站桩的 这个一个方法正确了 还有一些呢 庄友呢 在站桩中造成了自己的身体不适 是胸闷于堵 这样呢 就是我前面所讲到的 你是小学生 你去上大学的课程去了 所以才造成了这些的现象 还有的庄友啊 问我站桩时间长短的问题 站桩呢 不是时间越长越好 关键啊 你是否能站进去 那么你站桩呢 能站十分钟 那是站下去了 这样就已经起到了一个养生 健身的效果 如果你站桩中 出现了身体的不适 僵硬 着力 那么你站上一个小时 做的也是无用的工 这样很不好 站桩呢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那么简单的 它需要的很多的身法 是在里边的 我们往这一站 两膝是不用力 是微弯 松腰落胯 围里前送 命门的后撑 就跟坐在高板凳上一样 这样呢 轻松也不累 两臂呢 就好似抱起一棵苍天大树一项 松肩 沉肘 百惠上领 下额是微收 然后我们的 前面呢 也是一个阴 阴呢 也是要避藏 后面是阳 所以站桩中 胸是微微的 有点内涵 所以说 我们想学习 站桩的朋友呢 一定不要自己的 盲目去站 去模仿系 一定要呀 系统的去学习 好了 今天就给朋友们 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评论区 留言 交流 关注我 带你学习 泰拳 装功 功法 的学习 内容 同学习 中文殡 写